不过会议人士认为 短期之内台币都是一声难点的 未来将会随步的朝向29.3元来迈进 反映国内外震惊情势 台北股会演出双涨行情 在韩元人民币升值带动下 单日热钱大举汇入大约5亿美元 带动新台币中场升值5分 收在29.445元 创下近9个月新高 外资也对台股连久买 9月1号以来的30个交易日当中 只有卖超三个交易日 累计买超金额达到1631亿元 推升台股由8021点 上涨到星期二收盘8367点 外资再度成为波段的大赢家 会的从5月22号就放这个TAPO的消息 所以这个钱事实上是从东南亚 跑到东北亚 而东北亚就是韩国跟台湾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一两个月 韩国跟台湾 这压力就很大 那只要是 supply 美金的 supply增加 会议主管指出 新台币汇率升破29.5元之后 下一个关卡将持续挑战29.3元 潜波高点是1月25号的29.25元 中金月预估美国QE退场延后 第四季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 将较前两季升值 大约在29.47 但如果美国逐步缩减购债规模 美元将转强 预估明年第一季新台币兑换美元将贬回29.66元 如果大家的汇率都同时有相同方向的变动的话 我想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而且我们最近都是一个出口的旺季 所以我想我们的央行也不希望我们的出口上受到太大的影响 尤其资产股题材颇多 包括IFRS将让上市贵公司所持有的不动产以市价入账 董监改选题材的像是农林三阳等 加上低股价净值比优势 大同 国产 黑松都还不到一倍 最近也都看到法人进场加码 冬产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